多好同学你们好 下面呢我们来学习第七章 期权价值评估 我们这一章呢 实际上希望大家注意八个有关方面的考点 首先看第一个 就是期权的到期价值和净损益 其实谈到期权呢 我们是一个预期的选择权 那么这个期权合约呢 它是赋予持有人在某一个特定日期 或者说这个特定日期之前的任何时间 以固定价格买或者卖一个资产的权利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期权有一个特点 因为它是一个预期的选择权 就是你将来有这个权利 那么有什么样权利呢 是以固定价格 就期权都要预先约定好固定价格 那这个固定价格 那我们书上就给它称为是 行权价格或者是执行价格 就是你将来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 是吧 或者执行这个权利的时候 那我们是按照这个约定好的这个固定价格 别管将来股票的市价 比如说我们主要是以股票为标的资产 就不管这个标的资产它的价格 怎么涨怎么跌 反正你要行权 就按照约定好的固定价格来行使权利 那么对于期权呢 我们可以有两个角度的分类 一个就是按照它的执行的时间 如果是只能在到期日行权 那就是欧式期权 如果是在到期日或者到期日之前的 任何一个时点可以行权的话 那就是美式期权 是吧 那么我们说欧式期权 只能在到期日行权 美式是比较自由宽松一些 另外呢 就是第二种分类呢 就是按照它赋予期权持有人的权利 如果赋予你的是买权 就按照固定价格买资产的权利 那我们称为是看涨期权 如果赋予你是卖权 按照固定价格卖资产的权利 那就是看跌期权 是吧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 有关它的这个期权的这个种类啊 因为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它可能会考你是吧 到底是看涨看 你得知道它是什么 对吧 而且我们说也好记 是吧 我们说经常会说买涨 是吧 也就是说你买涨不买了 就是说 这个价格涨了 我们可能就预期会涨 我会买它 对不对 如果预期它要是往下掉 那我就会卖 是吧 所以我们就是 看涨期权是买权 看跌是卖权 所以这个 首先基本概念搞清楚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对于期权的到期价值和净损益 对于期权到期价值和净损益的确定啊 我们说上给了好多公式 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希望大家理解 不用去背公式 就是掌握三个要点 首先第一点的要注意什么呢 我们说期权合约会涉及买卖双方 那我们对于按照金融术语呢 对于期权合约的买方 我们称为是多头 而对于期权合约的卖方呢 就是空头 然后呢对于这个期权合约的买卖双方呢 我们说期权是一种权利对吧 但这个权利是针对多头来讲的 就是买方它是有选择权的 空头是没有权利 是吧 它是没有选择权的 就是我们说第二句话 就是多头是主动的 就是对我有利我就行权 对我不利就不行权 就是多头它有选择权 对不对 但是空头呢是只能按照多头的选择行事 多头要行权 空头就只能给人给人家补差价 对吧 人家人多头要是不行权呢 空头也只能不行权 它只能按照多头的选择来行事 然后第三点就是有一关期权合约 它应该有价格 那么这期权的价格对于多头呢 是属于它的投资成本 因为你要买这个合约 你要花钱的对吧 是你投资成本 而对于空头呢 是属于它的出售收入 如果这三个要点大家可以理解 那这个到期价值和净损益 就很容易了 是吧 这个到期价值 它实际上就只是到期的执行的收入 我们这个期权啊 它就是要 多头就是要赚差价的 对我有利我就赚差价 对我不利不赚差价 那我就不要这个合约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 而且可以顾名思义 因为看涨期权 它希望到期的市价涨 所以看涨期权 希望价格高 越高越好 然后它就赚这个 就是那个ST超过执行价格 X差额 而看跌期权呢 是希望价格下跌 所以价格跌了 这个到期的股价比X低 那它正这个差价 所以我们可以 就是 虽然我们也是有很多公式 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去背这个公式 就结合我们这个三个要点来把握 是吧 而且要知道我们多头是主动的 它有选择权 对我有利行权 对我不利不行权 所以那它最不利的时候 我不行权 那不行权 你顶多损失一个什么呀 损失一个期权价格 那空头是被动的 就是多头最不利的时候 当然是空头最有利 因为它俩彼此是零和博弈嘛 就是多头赚的钱 一定是空头补给它的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两个之间 如果你赚钱了一定是我亏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赚一定是你亏了 加起来是收益是零 那么对于多头 它顶多就是不行权 它损失一个期权价格 而空头呢 就是最高兴的时候 就是多头没有行权 它可以赚取这个期权价格 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啊 我们先来看 如果它给的我是看涨期权 我们说顾名思义 希望价格涨 就希望我们 这个所谓价格涨 因为让你求的是到期 你看我们让你求的是到期的价值 到期的竞损益 所以就要看到期日的股价 那么到期日的股价呢 我们就用书上的代码 因为用S是股票 是吧 我们用ST表示到期日的股价 然后用执行价格 我们这个一般是用X 行权价格 表示X 那你可以看它告诉我们说呢 有一个看涨期权 当前的市价19 执行价格是20 到期日是一年后的同一天 期权价格是两块钱 到期日的股票市价23 那就明明说这个是ST ST是23 这个是当前的市价 是S0的 对吧 那我们说 我们让你求的到期价值 那你要看到期日股价 和执行价格的关系 由于是看涨期权 我们希望价格高 多头是主动的 多头要赚差价 它就要赚取这个ST 超过X的差价 那我们这个呢 当然S23 比这个执行价格20 是高的 所以它就要行权了 但是呢 就是对于净损益 你看我们这里面 故意一会说多头 一会说买方 它没准说什么 对吧 那么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对于买方 实际上就是说它这个多头 它到期的净损益呢 因为你初始 买这个合约还花钱了 有期权的价格 所以在算净损益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 它的投资成本 两块钱扣除 这是它的净损益 你只要汇算多头了 空头你取负号就完了 那期权的空头的价值呢 你多头要赚差价 那空头就要补给人家 所以就是负的三 而这个净损益呢 因为我们这个 空头是卖合约 有两块钱收入 所以它就是什么呀 是负一 所以实际上就是 你汇算多头 你把它的结果加个负号 那就是我们的空头的 当然就是看涨期权 那比如我们把料题 我换一个字 如果它考的是看跌期权 看跌期权是希望价格下跌 就是我是希望到期日股价 ST要比X 我们这个所谓下跌 都是和执行价格对比的 希望比执行价格低 才会行权的 但你看我们这要立体 它的到期日股价多少呢 23 而执行价格是20 所以我们希望看跌 价格跌 但它没跌 它涨了 那怎么办呢 多头不行权 我不要了 到期的价值为什么 就是零 我们这个到期价值就指的是 到期就是如果行权的那个收入 我不行权的 当然收入就为零了 或者说这个到期这个合约怎么样 不值钱 废纸一张 对吧 因为我们自己去卖股票 我能够卖23块钱 我拿着合约去卖给别人 我只能卖20块钱 我不会行权的 对吧 就是按它的顾名思义 价格下跌 才愿意行权 那我们这个就不行权 那既然多头是不行权 那空头呢 也不行权 那净损益呢 因为你当时买合约 你花了两块钱 所以就零减去二 付二 而卖方呢 也就是空头呢 它就会挣两块钱 我们俩彼此是零和博弈 对吧 这是首先第一个啊 就是到期的价值和净损益 掌握三个要点就可以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考点 就是期权的投资策略 期权投资策略 我们算上谈了四个策略 保护性看跌期权 就是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是为了保护股票的 因为单纯的买股票 股票价格 因为可能涨也可能跌 对不对 会有风险 所以为了要降低风险呢 就不仅买股票 我还买看跌 买股票加买看跌 这是保护性看跌期权 保护性看跌期权呢 它是上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股票价格上涨的时候 我就不用保护你了 那你就是股价涨了嘛 那你就可以赚钱去了 但一旦股票价格下跌的时候呢 我保护你 我锁定了你最低的收入 就是执行价格X 所以呢 就是保护性看跌期权 你记住它的到期收入是什么呀 取这个到期日股价ST 和执行价格X 哪个高取哪个 是吧 这是我们的这个到期收入 然后呢 如果考试一般都让我们求到期尽损益嘛 那你还要考虑你初始 你你买这个股票买看跌是不是花钱了呀 所以你扣除你的初始这个投资 减去买股票的 我们用S0表示初始的买价 然后用P0表示看跌期权 Port option P表示看跌期权的价格 所以减去初始的这个投资额就可以 这到期尽损益 那我们再来看 第二种抛股看涨期权 这个抛股看涨也是配合股票的 它是买股票加空头看涨 就卖看涨期权合约 那么这种组合策略的特点呢 你看它也是看这个到期的这个 ST和X 但它是什么呀 因为你知道空头是被动的 对吧 比如说它是什么呢 就是股票价格涨了 人家这个看涨期权多头要行权 等到股票价格跌的时候呢 人家不行权 那你也没办法 所以它反而是什么 因为它被动 所以呢 到期的这个收入啊 它是取ST和X 哪个小取哪个 是吧 它是取ST和X的最小值 是吧 正好和保护性看涨期权是反过来的 那我们再来看 还有两个 一个是多头对峡 还是空头对峡 多头就是买看涨 加买看跌 空头呢 是卖看涨 加卖看跌 那么它的到期收入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多头啊 它是要赚差价的 所以呢 它就是要取这个ST和X的这个绝对值 取正差 也就是如果股票价格涨了 那我们就是行使看涨期权 我就证ST几X 如果呢 股票价格下跌了 我就行使看跌期权 就X几ST 总而言之 我就是选择ST和X的这个绝对值 是吧 就是它这个正差 取正差 对吧 然后呢 初时你买看涨买看跌要花钱啊 所以扣除你的初时 买看涨加买看跌的这个 有关的这个流量 是吧 就是扣它的这个投资 你像我们刚才的抛补看涨期权呢 你买股票是流出 但是你出售看涨期权合约是流入 所以其实你只要把它含义 理解它初时的流量 就好办了 对吧 到期呢 就是看ST和X 多头对销取正差 空头对销取ST和X的复差 因为你是空头 对方要正差价 你就得补给人家 是不是 而保护性看跌是取ST和X 哪个大取哪个 抛补看涨期权是取ST和X 哪个小取哪个 所以这样你就很好 把握它这个计算公式了 就省得备一堆的代码呀 什么之类的 对吧 另外还要注意一下这个图形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考试 是喜欢考你对图的理解 保护性看跌期权 因为它是相当于就是我们 一旦股票价格下跌了 那我们这个希望行使看跌期权 那看跌期权是什么呀 是X减ST 那你这样X减ST加上ST一加 它就锁定了你的最低的收入 就是保护性看跌期权 就是保护性看跌期权 它是锁定了我的最低收入就是X 那最低的净损益呢 当然就是把这个最低收入X减去初始投资 买股票来看跌 是不是这样啊 但是一旦股票价格涨了呢 它的到期收入就是ST 所以你看 一旦X是吧 ST小于X取X 一旦ST超过X取ST 所以它上是一个锁定了最低的这个收入 但是抛补看涨期权呢 它反而是什么呀 到期收入哪个低取哪个 股票价格跌的时候 人家看涨期权不行权的 我就只有股价收入ST 一旦股票价格涨了 好不容易我们说股票价格涨了 我们可以赚点钱 但是呢 你是空头看涨 好不容易涨那一块差价 你都要补给人家多头 所以这样一来就锁定了你的是什么呀 最高的收入 它的最高收入是X 是吧 那我们对于这个 多头对销呢 它是要考虑正差价 既然要正差价 所以它的适用范围就适用于未来的 就是预计股票市场价格会有剧烈的变动 别管它涨还是跌 它只要有偏差超过这个执行价格X 或者低于执行价格X 那我就可以有这个 就是我就能够正差价 对吧 当然如果你要想获取正的净损益呢 因为你要求净损益 还要减去看涨期权的买价 还有看跌期权的买价 对吧 所以只有当这个偏离 股价偏离执行价格的差额 超过期权购买成本 才能带来净收益 而空头就要是取负差 所以它的适用范围是适用于什么呀 未来的市场价格比较稳定的时候 所以要注意这四个策略 它的这个适用范围 你像我们这个保护性看跌期权 它的优点是可以降低 股票的投资风险 因为它锁定了你最低收入 但它也有这个缺点 就是和单一股票投资相比 它要比单一投资股票 一旦股票价格涨了 我要多扣出一个看跌期权的 对不对 所以它的这个净损益的预期呢 会降低 比单一投资股票的那个 其实就是你就按照风险收益均衡吧 你是风险低了 但是你投资的时候你还多花钱了 所以损益的预期也会降低 而抛补干涨期权 它是把你的这个未来的这种 就是有关的损益是限定在一个范围 所以它是机构投资人采用的一个策略 它也是为了降低风险 就是把这个不确定性降低 所以我未来的这个损益是建立在一个范围的 我们可以结合例子 把我们的四种策略呢 我们一块来理解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个 就是我们可以一对一对来挤 是吧 因为你从这个图你就可以看到 保护性看跌期权呢 它是最低的时候是X 价格涨就是ST 抛补呢 反而是哪个低选哪个 价格跌的时候是ST 高的时候我取X 对吧 所以这两个策略 你正好是 你就按照一对来把握 就是它是哪个 一个是哪个高取 哪个一个是哪个低取 哪个 我们就看这样一道立体 它告诉我假股票的 当前的市价是50 我们用S0 是吧 就零时点的市价 然后目前市场上 有以假股票为标的的 看涨期权 看跌期权 执行价格都是50元 也就是我的行权价格 X是50 到期日相同 看涨期权的价格是4块钱 买看涨期权 我要花4块钱 但如果你要买看跌期权呢 就要花7块5了 然后又告我们小王和小李 都是投资4600 小王购买了80份假股票 和80份以假股票 为标的的看跌期权 那就是买股票加买看跌 相同买了 这是什么呀 保护性看跌期权 保护性看跌期权买了80份 是吧 是这样的 然后小李购买了100份假股票 同时又出售了100份 以假股票为标的的看涨期权 那他等于说是什么呀 他当于是抛补看涨期权合约 那我们先来看啊 第一个 如果到期日的股票价格是90块钱 他想让你求小王和小李的到期净损 你以为多少 那我们先看这个小王 小王是保护性看跌期权 所以哪个高取哪个 由于我们这个执行价格是50 我这个到期日的股价ST是吗 要比50是不是高啊 所以小王呢 是哪个高取哪个 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问 小王的这个 他的到期的收入是什么呢 取高者取90 而小李呢 是干嘛呢 是抛补看涨 我们对比来看哈 那小李的到期收入呢 是哪个低取哪个 那他就取执行价格 取50 然后我们要考虑 要你求到期的净损益嘛 这是你的到期收入 净损益要扣除你的初始的这个投资啊 小王呢 买股票加买看跌 买股票花了50块钱 对吧 买看跌呢 看跌期权价格 他告诉我是7块5 我要把它减去 然后小王总共是买了80份 所以把它乘个80 是吧 我们再来看小李 小李呢 他这个 我们说是哪个低取哪个 所以到期收入 他取的是 X 是吧 然后呢 你要减去什么呢 因为他 小李也是买股票了呀 买了股票 50 但他是 空头看涨 对吧 出售了看涨 所以他要加上 看涨期权的 出售收入4块钱 对吧 就是你要调整 出时流量啊 出时你买股票 是流出 卖看涨流入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要乘100 对吧 这是我们谈的第一问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到期收入 小王是哪个高取哪个呢 他是取得高的 90 这个呢 小李是取低点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啊 第二问 我们的对比来看 你看第二问的话 小王呢 他到期的股价是45元 ST是45 小王是要考虑哪个高取哪个 那我的X执行价格是50啊 要比45要高啊 所以小王他的这个 到期的收入呢 我反而是取高的50了 对吧 就第二问的话 我们50比45高 但是小李呢 是哪个低取哪个 对吧 他反而是去取这个低的股价45 所以你看我们俩到期收入 正好是反过来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减去初始的投资 这个是一样的 因为小王他初始买股票 就是花了50块钱 买看跌花了7块5 然后呢 总共呢 买的是80粉 是这样的 而小李呢 他是初始买股票 花了50 但是卖看涨期限合约 有4块钱的这个流入 是吧 然后乘以100 这样你就可以把他们的 这个到期的净损益 就可以得到 是吧 这是我们谈有关 这个第一对 保护性看跌期权 和抛补看涨期权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看一个例题 我们也是再看另外一对 多头对敲策略 和空头对敲策略 我们首先来看 大家说 现在我们第一小问吧 就同时出售 假股票的一股看涨 和一股看跌 大家看是 出售 就是空头 对吧 那么执行价格呢 都是50元 到期日相同 看涨期权价格5块钱 看跌期权价格4块钱 然后他的问题是问你 如果要想让这个组合 取得正的净收益 到期日的股票价格范围 那我们看第一个是空头 空头对敲 那么他实际上 到期的收入是取负差 对吧 那就是什么意思呢 一旦股票价格要是 我们涨了 对吧 多头是 比如说我们用ST ST减去执行价格50 但是他要把它取负的 然后呢 我们因为是空头对销 所以初始呢 我们是卖看涨 他看涨期权的价格是5块钱 卖看跌4块钱 我希望他大于零 所以这样一来 你就可以解方程 就可以得到 对吧 那你可以看到 那这个相当于就是ST 要小于多少 把这个负的ST 弄到本分的右边了 他要小于呢 这个是59 就可以解锁来 那我们再来看 一旦股票价格下跌呢 下跌的话呢 我们就是多头要赚差价 多头赚的是50减去ST 是不是 那我们要取负的 负的加差 然后也是加5加4 初始流量不变 不定的 是吧 卖看涨价卖看跌 也是希望他大于零 所以呢 你要看一下 那这个相当于就是 负的50 然后是正的ST 那就是ST要大于多少 ST呢 要大于41 所以就说 它的范围很显然 那就说要超过41 但是不能 这个超过59 所以说明是41到59之间 但大家看啊 我们相当于第二条问 那如果你是同时买呢 那就是多头对桥了 那么对于多头对桥 我们实际上是要正 这个正的价差 对吧 那也就是说呢 同样是这样 我们其他没变吗 那如果多头对桥 那到期收入怎么样 那就不是负了 我就是 就是要赚ST减50的差价 但是我们希望他怎么样 减去5 减去4要大于零 因为多头对桥 它的初始是买看涨价买看跌 所以这样你可以推出来 我这个ST 应该怎么弄呢 那这个上是 这要解出来就 ST要大于 要大于59了 正好跟它放 它是要小于我要大于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 那我们一旦股票价格下跌呢 50减去ST 然后减去5 减去4 也是希望大于零 那这样一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ST要小于 对不对 小于多少呢 41 就是要么就是跌幅比较大 要么就涨幅比较高 就是这意思 是吧 所以它是小于41 或者是超过59 这是我们谈有关这个投资策略这一块 是吧 另外我们要注意一下什么 你看我们有期权 我们说有多头 还有空头 对吧 那么多头呢 如果让你求到期的价值啊 或者到期的净损益的时候 那你就把握一点 因为多头是主动的 最不利的时候就是放弃 就是不行权 所以到期的收入最低是零 是吧 那么顶多损失一个期权价格 但是空头正好反过来了 其实空头最高性的时候 就多头不行权 所以你就记住 凡是带有多头的 它都是锁定你最低的 那个净收入净损益 就你高我不拦 那你因为你有选择嘛 但是我可以降低你的风险 是吧 就是锁定你的最低的净损益 但是空头呢 因为它是被动的 它反而是锁定最高的 那么相应的 我们的四个策略 你看保护性看跌期权 是买股票加买看跌 买看跌是不是你多头看跌呀 所以这样一来的嘛 那就是它是锁定 最低的收入是X 最低的损益 那就是又把这个X 减去你的初始投资嘛 而这个抛补看上 正好反过来 对吧 它是锁定你的最高收入是X 那么对于我们多头对销也是这样 就是锁定你最低 大不了不行权 是吧 那我们顶多是损失你看涨 看跌的买价 但是空头对销 也正好反过来 是吧 它是锁定最高的 所以就是被动的 那就是最高性 就是别人不行权 所以它实际上最高性的时候 就是它 别人不行权那个收入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谈有关这个 期权和这个策略这一块 就是多头由于是主动 它锁定的是最低的 净损益 空头是被动 是锁定最高的这个净损益的问题 那我们再来复习第三个考点 就是金融期权价值的影响因素 那么其实在这块呢 一个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期权价值的这个构成 我们在期权这块 谈到的内在价值 和在这个股票债券价值评估里面 内在价值不是一个概念 对吧 我们谈到股票和债券的内在价值 是未来的现金流量的限制 是考虑它真正值多少钱 但是在我们金融期权价值评估这块 期权价值 它可以理解为 就是当前它这个价格 对吧 就是你的期 所以你看它 有的时候会混用 一会儿说让你期权价格是多少 一会儿让你期权价值是多少 是吧 那么就指的是你 应该值多少钱 就指的是一个期权价值 那么它取决于什么呢 内在价值加时间一价 但这个内在价值呢 它指的是立刻执行产生的经济价值 所以期权内在价值取决于什么呢 你当前的股票市价S0和X 它们之间这种关系 它不是到期日价值 是吧 它指的是 假设现在立刻执行的话 它的经济价值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内在价值大小 就是看你的现行市价S0和期权执行价格的这个高低了 那我们对于内在价值的状态啊 有三种 一种是实质期权 什么叫实质呢 就是立刻行权可以带来正的回报的 那我们可以顾名思义 因为看涨期权 我们都是希望它的市价要高 对吧 所以看涨期权呢 如果是实质 就是你的S0是超过了执行价格X 但看跌期权是希望市价低 那就说你的这个X 实际上是要比我的这个S0要大 或者说S0是小于X 是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如果是虚值呢 就反过来 就立刻行权会再来复回报 就是看涨呢 反而价格跌了 那就是你S0小于X 看跌呢 它反而是价格高 是吧 就是我们这个 你可以说S0大于X 是吧 或者说X小于S0 都无所谓 那么这是虚值期权 那我们谈到这个所谓平值 那就是二者相等 那就是S0和X一致 我们对于实质期权 比如说像美式期权 是可以在到期日之前 任何一个时点 那么实质期权是有可能行权 但是不一定 因为还没到到期呢 对不对 它有选择 如果是欧式的话 那你只能在到期日行权 但是虚值和评价期权 是一定不会行权的 既然它一定不会期权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 等于说内在价值啊 它最低也就是零 因为不行权嘛 对吧 所以这个期权的内在价值 无论是虚值还是平值期权 它都是为零 是吧 就是假设立刻行权 大家的回报 我一看现在是负回报 那我就不行权 所以内在价值最低是零 那我们对于这个 期权的价值呢 因为是内在价值加时间溢价 内在价值我们刚才讲 是取决于S0和X 而这个时间溢价 它指的是未来股票价格会波动 是由于未来存在不确定性 所产的价值 那么有的时候考试到 你求时间溢价 那就是把这个当前的期权价格 减去内在价值内的差额 就是时间溢价 所以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 就是如果是实质期权 就是假设现在立刻行权 带来正回报 那就是S0是比较高的 是超过X 但是看跌期权的 反而是S0要低于X 对吧 这是它的这个所谓实质期权 就是你立刻行权 可以正到差价 但是对于虚值和平值呢 都是不会行权的 所以它就是零 是吧 而这个时间溢价 是指的是未来的不确定性 引起的这种波动的价值 只要还没有到期 时间溢价就应该是要大于零 对吧 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嘛 只要没到到期 它又不是一个确定的东西 是不是 未来有不确定性 所以时间溢价 只要没到期 它就是大于零 那我们来看一道例子啊 它是告诉我们说 假公司股票呢 目前的美股的这个价格呢 是20元 所以就说S0是20 然后又给了市场上 有AB两种 该股票的看涨期权 执行价格分别是15和25 那也就是说以A股票为标的的这个期权呢 实际上就是说 它的行权价格是15 而以B股票为标的的行权价格呢 就是相当于是25元 然后又告诉我们 A期权价格是7块钱 B的期权价格是1块钱 到期日相同 跟你以下说法是不是正确 首先第一个 它说A的期权时间溢价是2元 那我们实际上就要注意 这个期权价格 它的这个构成要素 就是我们说 期权价格等于什么 我们的公式是说 它应该等于内在价值 就是如果你现在立刻行权 最起码值多少钱 对不对 还要加上加一块什么呢 时间溢价 这是我们的基本公式 就是期权价格 一个是取决于 就是如果我立刻行权 最起码值多少钱 还有一个就是 未来的这个 还有一段时间到期 它的波动的价值 那么像我们A 它的这个 由于它的这个 行权的执行价格只有15 而市价高 对吧 我们这是一个看涨期权 我们希望股票市价高 所以它内在价值呢 就是取差价 相当于我们对于A期权来说 它就是用这个20 减去一个执行价格15 所以内价值多少 那是5块钱 对吧 然后呢 时间溢价呢 因为我的期权的价格 A是卖到7块钱 那我立刻行权 就能赚5块钱差价 是吧 如果是美式行权 可以在任何一个点行权 我立刻就可以赚5块钱 但因为我们还有到期日 所以它 这个就倒挤出来 所以时间溢价是2元 所以推出来 这个应该是2 所以这个就对了 对吧 就是我们谈对于A来说 那我们再来看 对于第二位 问你B的 B的期权价格 它实际上是告诉我们是 1块钱的价格 由于我们的B的执行价格比较高 市价低 虚值期权 对吧 虚值期权 我们的内在价值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不行权 它不可能为负数 所以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零 因为它是虚值期权 但是呢 你想 它还能卖1块钱 为什么呢 因为未来还有不确定性 会有波动的价值 所以它的时间溢价 我们推出来 应该等于多少 应该是1 所以这个就不对了 是吧 应该说它应该是1块钱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那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 对于期权A的 就是它的这个内在价值 就是5块钱 是吧 因为它的这个股票市价高嘛 S0-X是5 所以这个对了 而B期权的内在价值 立刻行权是负回报 但是我们不会有行权 因为它有选择权 所以即使是虚值期权 它的内在价值呢 最小也就是零 所以那这个第四个 也是不对的 对吧 应该是零 然后我们再来看 如果要是股票价格 上涨5块钱 那就说我们当前的股价 是S0-X是20 那如果S0改成多少了 改成25了 那我们问你AB的这个期权 内在价值 如果S0是25 对于A期权来说 它的内在价值 因为我们的执行价格 比较低是15 我们就是要赚差价的 就是看S0超过X的差价 那我对S0是25 X是15 所以等于10 所以要比原来的内在价值 5块钱是上涨5元 A没问题 是对的 但是我们来看B 对于B来说呢 它的这个执行价格是25 S0也是25 它是平值的 平价期权 那平价期权 我们的内在价值 为什么 还是零 对吧 所以呢 这样一来 这个就不对了 可以说A的 就是说 它的内在价值是涨5块钱 但是对于B呢 内在价值还是零 无论是虚值还是平值 内在价值都是零 对吧 另外呢 就是还要把握这个影响期权价值的因素 那么我们对于期权价值影响因素呢 书上是给了一个表 那么这个怎么来记它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一对一对来记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呢 就是说 对于这个股票价格 股票价格呢 你可以就是顾名思义 就是看涨期权希望价格高 所以别管是欧式看涨还是美式看涨 对吧 股票价格的变动 和看涨期权的价值变动是同方向的 这个振它指的是同向变动 那么对于看低期权呢 和股价就是反向变动 对吧 就是谈这个股票价格这一块 然后我们再来看执行价格呢 执行价格呢 跟它是什么呀 正好是反的 因为什么叫正差价呢 看涨是希望ST减X 那你 当然你X高了 对我看涨就不利了 所以你就只要记住 执行价格和你股价 对期权价的影响是反向的 那么如果考你执行价格 你就按股价 因为股价可以顾名思义嘛 看涨期权同向 看跌反向 是吧 那执行价格正好是反的来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我们看底下这个无分险报忽率 这个无分险报忽率啊 如果考你的话 你就这样来记 就如果考我无分险报忽率 就相当于把它转换成股价 它就考我股价 因为它对期权价值的变动方向 和股价的变动方向是一致的 是吧 其实它这个原理是什么 其实就是说 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因为到期 期权的到期 比如说我们以看涨期权为例 我们是要振差价 我要考虑ST减X ST你不知道 是吧 因为它有多种可能性 但是X是固定的执行价格 那我们对于这个限值呢 因为你要把X往前折 折线 无分险利率越高 X的限值是不是越小啊 那就对我们来说是 对看涨期权是有利的 是吧 因为你这个无分险利率的变动 和X的这种变动是反向的 就无分险利率越高 X的限值是越小的 所以其实你考试你就记住 只要是考无分险利率 那就是考你股票价格 所以它如果无分险利率提高 你就想从这股票价格提高 那股价提高 看涨 同向变动 看跌反向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这个股发股利 发股利的话呢 因为我们知道 通常发现金股利 它会使股票价格下跌 对吧 那你既然是发股利 会使股票价格下跌 所以它和我们股价的变动 就是反向的 所以这样一来 你就都可以按股价来 把握了 对吧 就是股价是顾名思义 如果考无分险 报复率的影响 它和就是考你股价 然后如果考你执行价格 或者考你这个股利的影响 因为它和股价是反向的嘛 对吧 那你就按照它反向来去理解就行 这是我们谈的四个因素 是吧 然后我们看 还有两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到期时间 还有股价波动率 到期时间 因为欧式期权只能在到期日行权 就是你即使碰到好的机会了 没有办法 你只能到到期日行权 所以期限长不一定就好 是吧 所以它是不一定的 但是美式期权是可以在到期日之前任何一个时间行权 所以期限越长选择余力越大 所以对于美式期权 美式的期权 期限越长越有利 就是都是同向的 对吧 那么股价波动率呢 全都是同向 对吧 就是我们其实期权啊 它就是要赚差价 所以未来的股票 它的这个风险大 波动的幅度大 因为对我不利 我大不了不行权 但一旦出现有利的情况 我就可以行权 所以别管是看涨看跌 欧式美式 全都是同向别的 所以这两个是属于比较特殊的 对吧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其实上 考试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才讲 股票的市价和期权的价值的这个方向 可以顾名思义 那么考无分险率就考股价 执行价格和红利 都是和股价是反向的 然后有两个特殊的 到期期限 美式期限 期权期限越长越好 欧式不一定 股价波动率 所有的期权都是同向波动 是吧 而且我们各个因素里面 这个股价波动率 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对吧 还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期权价值的这个范围 期权价值呢 最低 你不能低于内在价值 对吧 因为我们说期权价值 是内在价值 加时间溢价 所以你最低 你不能低于内在价值 而且只要是没有到期 我的时间溢价是大于零的 所以它不可能低于内在价值 然后最高呢 我们说对于看涨期权 它不会超过股票价格 是吧 不能说你的合约 比标的资产的那个价格 还贵 或者说你和标的资产价格一样 那也没有人愿意买 所以它不会超过股价 最低 不会低于内在价值 那么对于看跌期权啊 因为我们对于看跌期权的话 实际上你是要考虑什么呢 就是我们到期日 到期日看跌期权 我们是希望这个X超过这个ST 是吧 那我们最理想的 假设我们到期日 到期日的话 ST跌到零了 接近是零了 那我们最大的这个到期日的价值 对于看跌期权不就是X吗 是吧 就是股价跌到零了 是最理想的 那你要 那你现在值多少钱啊 你想你要把X一折现 所以它的这个价格 看跌期权 它的价格的上限是什么呀 是X 对吧 就看跌期权最高 不会超过它的执行价格 但是看涨期权的上限是股价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这个 影响因素这块 主要是一些客观的一方面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